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凌晨舉行的歐洲聯賽賽事 身處E組的曼聯 將會作客挑戰賽普羅斯球隊奧摩尼亞 主隊奧摩尼亞甚少出現在歐戰分組賽 球隊的實力相當有限 這麼長面對實力高出不止一班的曼聯 奧摩尼亞看來難逃劫數 賽普羅斯球隊奧摩尼亞 是賽普羅斯甲組聯賽中的一支頂尖球隊 不過就算要數到賽普羅斯國家隊 在歐洲賽場來說 都只是一支較弱的隊伍 所以奧摩尼亞的實力相當有限 雖然奧摩尼亞經常代表 賽普羅斯獲得歐冠聯的資格 不過他們隊史中 從來未殺入歐冠聯的分組賽階段 在20-21的賽季奧摩尼亞 首次殺入歐洲聯賽的分組賽 不過球隊最後以小組第四名的成績出局 這層是奧摩尼亞第二次殺入歐洲聯賽的分組賽階段 可惜他們頭兩仗的成績反映到他們實力 與其他球隊存在一定的差距 他們在分組賽的首輪主場面對排面較弱的 摩爾多亞球隊舒烈夫 最終竟然被舒烈夫以3比0橫掃他們 之後去到第二輪的賽事 他們表現稍有起色 可惜最終都是以1比2 是不敵西甲的球會 王家蘇斯達 這場他們回到主場 面對今屆歐洲聯賽的奪表熱門之一 紅魔鬼曼聯 絕對是他們今季最大的考驗 至於紅魔鬼曼聯 雖然他們剛剛以3比6 是輸了曼茲斯特打比 但是面對如日中天的曼城 其實曼聯在這場球輸得並不醜陋 或者是聯賽四連勝帶來的信心 令到曼聯主帥坦克 在首發陣容上 只是排出單防中麥湯米利來迎戰 結果迎來了一個慘烈的上半場 不過曼聯在下半場適當調整之後 形勢是有所改善 最終以不算太難看的3比6的比分 是踢完這場球 以目前曼聯的情況來看 球隊仍然需要集中在英超聯賽的表現方面 至於在歐洲聯賽的分組賽階段 坦克盡量嘗試輪換陣容 給部分後備球員提升狀態 其中在曼茲斯特打比全場 坐冷板的斯朗拿道 是這麼長球 很大機會被派上陣 好讓他能夠繼續提升狀態 然而由於主帥坦克 也都希望盡快能夠鎖定 歐洲聯賽的出線席位 所以在上一輪的歐洲聯賽分組賽 就算作客藥女舒列夫 坦克格仍然以強陣出擊 包括新組安東利 班奴費南迪斯等主力 適數都有上陣 因此這麼長球面對另一隊藥女奧摩尼亞 曼聯在整體排面上 仍然遠遠地超出對手 加上上一場聯賽的慘敗之後 曼聯急需一場勝仗回復軍心 所以這麼長球 恐魔鬼絕對不會手軟 曼聯的陣容消息方面 隊長的麥佳亞 和法國中堅華拉尼 是欣賞倦勤的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好球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晚安